今天第二期的护肤介绍是关于在普通的商超 还有料妆店里都可以买到的护肤产品 也非常的评价 第一支应该有很多的Vlogger也介绍过 这个是亚洋的一款水分霜 然后这一支是在我皮肤敏感的时候拯救了我的皮肤 它虽然上面讲的是叫 它叫的是叫hydrating cream 它虽然是cream 但实际上它的质地是那种非常水润的质地 你可以看到实际上一涂下来之后 打圈两三下基本上就已经吸收了 而且不会有粘腻的感觉 因为在这一款是不含油分的 相反它有抑制油脂分泌的成分 所以在夏天还有春秋皮肤比较敏感 还有需要补水的时候擦拭 个人认为是比较好的干净 然后呢这两款其实是一个系列 但是这两个是现在在7-11和Family Mart都可以买到的 出自Muji无印良品的补肤单品 然后这个它的系列叫all in one系列 然后都是美容液的胶状的美容液 然后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敏感肌 敏感皮肤用的胶的美容液 然后这一款呢是里面添加了更多的润肤成分 然后是对于皮肤比较干燥 然后非常希望有滋润度的时候来用 然后这两款都是有那个 岩手线的天然温泉水使用的产品 然后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 像这一支是大概日币1600元 这是含水的 然后白色这一支的话是只要1000元 折算成当地货币的话也是非常划算的一个单品 然后它的质地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真的是白酒 这个是招装的 刚刚那个是白色那一款 其实它们还有一个橄榄色的一款 当时没有试 下次我可以去试 两个实际上都是招装 但这个明显看到那个敏感剂用的是比较清透的 然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成分会更多 它的颜色是 这个是比较介于半透明 这个是已经有成分在里面了 然后呢也非常的好涂开 你看涂出来之后是非常水润的感觉 然后这一支就是非常的润 这个是很水 然后这个是在水分的同时 然后它是非常滋润的那一种 也是打穿之后就非常容易被吸收 然后皮肤呈现一个非常 光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三款推荐呢是 有很多的美妆博主已经推荐过的 是成年医生的那个毛孔收剪录 这一款是带有橘子香味 然后不含酒精的针对毛孔 眉多余体质 还有带系掉毛孔眉多余体质 还有点角质的一款化妆水 然后这款其实我在很久之前就用过 但是效果不大 后来才意识到说是自己的 自己的方法出问题 然后这个的使用方法是必须要搭配化妆棉来擦拭 它是擦拭类的化妆水 然后关于化妆棉的话 个人再推荐一个是 由你加的省水化妆棉 它的质地非常的薄 然后它的一支化妆棉 你可以把它拆成两片 然后如果你想更节省的话 它实际上可能最多拆成四件来用 就是它这样可以两片 但是它中间如果你仔细撕的话 可以再分别用撕出两片来 使用方法就是把 勒勒勒勒勒地成为一生的化妆水 大概到两指宽度的拉小 然后这样在皮肤上轻轻擦拭 洗脸后的步骤 洗脸后的第一步搞入液 或者不用也可以直接在脸上 这样轻轻地擦拭 然后遇到皮肤比如说颗粒啊 然后还有觉得说那一块的 感觉皮上的角色比较厚的时候 就可以用多用打圈 或者是这样的手法 来擦拭 然后它这个是可以 真的可以慢慢带些料理皮 皮肤上的多余的 比如说毛孔内的多余的脏东西 然后时间要 这个要经过时间不可能 不可能 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减效 所以现在这瓶已经是我 买的大概第三瓶 然后我还有两瓶存在家里 这个也是我会接下来一直使用的 可以明显感觉到毛孔在 变得轻透 然后慢慢再变小的一款 非常平价的 谢谢大家